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个赌博活动可能只会维持短暂的时间 因为独立联邦机构商业期货交易委员会去年禁止这间公司提供类似的压注 所以这个委员会预料也会尽快对于裁决提出上诉 他们认为政治赌博可能会令到一些人出于财政目的试图操控选举 Kelsey公司立即出了一个赌盘 共和党控制参议院的投票定价为76美分 即是如果投注100元的话 共和党赢了就可以赔得129元 而民主党控制众议院的赌注定价为63美分 即是投注100元而民主党赢了就可以赔回154元 但是下次也要提提大家这些始终是赌博 不赌便是赢 SpaceX的北极星黎明任务进入高潮 这一项任务在10号由聖龙号太空船 以火箭于佛罗里达州发射至太空围绕地球运行 由于这次的发射是由亿万富翁艾伦克曼包机测试SpaceX的全身太空意 由艾伦克曼本人连同美国空军退役宗教波蒂特 还有SpaceX资深工程师吉利斯和兼任医务官的梅龙 一起前往远离地面最远1400公里的位置 进入这个叫做泛艾伦福射大停留10个小时 而今天正正在太空任务的最高潮 亿万富翁艾伦克曼出太空舱万有 成为了第一个没有接受太空人训练的人进入太空 在他身上装有镜头 大家可以透过直播的画面以第一视角 看着他感受他爬出太空舱的一刻 随后SpaceX资深工程师吉利斯也进行太空漫步 认真地测试太空衣的机动性 为开发下一代太空衣做好准备 他们今次的太空漫游大概维持15至20分钟 在过往太空漫步被认为相当危险 无论是建造或升级太空站 维修卫星或进行科学实验 属于官方认可的专业太空人任务范畴 亦是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 才能单单穿着太空衣在太空漫游 所以这次被认为商业或民间的太空漫游 可以说是打破传统在历史书写下了新的一页 到底现在一元还可以买到什么? 一元只能买到半碗白饭? 一元只能买到三分之一个菠萝包? 别这样了!一元只能买到四分之一杯奶茶? 一元只能买到一口糯米鸡? 虾米也没有一只,你和我吃掉吧 那倒不是 一元其实可以买到最值得你顺利的资讯要文 现在订阅一年星岛日报 每份一元都不用,还有礼品送 而且免费送报,每天准时送到 权威、公正、星岛日报、创新求变、专业不变 一个非常出名,我都很喜欢的摇滚天团Bondjofi 他们的主唱John Bondjofi 近日在田立西州National拍摄MTV的时候 见到有个女孩准备跳桥自杀 John就和另一位女孩上前劝喻自杀的女孩 最终可以救分分桥面 田立西州警方在多个社交媒体上赞扬她们的行为 并将闭露电视的影像和大家分享 画面可以见到这个轻身的女孩 站在植根塔勒行人天桥的桥边蓝光之外 和跳下去只差一丝信念遥房 这个时候John两人走到迈里 安抚这个女孩,令她态度软化 最终爬上桥,确保她安全之后 雙方拥抱,然后自杀的女孩就离开了 不过这条片就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看看工作人员如何处理 因为警方在多个社交媒体分享这条片 唯独就是YouTube 说这条片违反了社群守质而被拆除 到底我这条片能不能上架呢? 我现在录音这一刻都不知道 巨峰佛朗辛终于登陆美国 它吹集路易斯安拿州 造成超过16万户停电 它是星期三的傍晚 以二级巨峰的威力登陆 就好像所有的风暴一样 一登陆就降级,降为一级巨峰 国家巨峰中心预计 风暴会为澳洲南部带来100-200毫米的雨量 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300毫米 可能会导致山洪或水浸 鄰近的阿拉巴马和墨西西比州 亦都可能会受到龙卷风和风暴潮影响 水位可能会上升至3米 一个妻子前往加州承教所 探她坐监的丈夫的时候 就被浴方强迫她脱衣手身 事件发生在2019年的9月6日 Christina隔了4个小时 去到加州承教所 为了见一见她这个因为蟹劫服刑的丈夫 一到步就被两个女浴警刁难 叫她脱衣一件一件脱衣 脱到没了衣脱为止 还要她蹲在镜上扣喉 女浴警还要跟她说 擦干净你的眼泪 你知不知道你和你老公做了什么事 之后Christina就被人上手扣 押去医疗中心 验印、药检、X光和老布断层掃描 接着她们还派了一位男医生 跟她检查肛门和阴导 根据报道所说 男医生还伸手指进去找 虽然浴警没有发现任何违禁品 但在栽度将她上手扣押去诚教所 然后拒绝她探监 而在医院做了的这么多检查 全部都要入回Christina的数据 在事后她收到一张超过5000美元的账单 搞到这么大谈事 Christina当然就告上法庭 如今终于获得以560万美元和解 南加州玛利布地区今天早上发生地震 广泛地区造成震感 由海岸到内陆都接获震感报告 这一切地震 起初被定为5.1级 除后下调至4.7 接着还有多次规模介于1.8至3.4的余震 预计在未来几日内还会有其他余震 今次震源深度7英里 地震发生在早上7.28分 震感遍布 马布里 黑县木沙海滩 拉米拉特 安拿罕 聖塔莫尼卡 荷里活山 以及部分的星佛南多局 目前未有伤亡或重大损坏报告 陆寒基地铁系统在地震后进行基本程序 列车慢洗运行 以检查是否有损坏 南加州近期受到多次地震影响 包括在Bakersfield南部的5.2级地震 地震学家说 地震规模虽然少并且没有破坏力 但是过去几十年的平静 并不代表长期永远都会这样 以至重大的地震即将会来临 今天苏哲雅带我们来到三藩市市府门前 大选临近三藩市的选民也会即将收到选票 里面有两个相关于政府委员会改革的提案 包括D提案 将目前130多个委员会削减至22个 与重要市政服务有关的委员会 另一个就是E提案 希望成立一个工作小组 就调查消除和合并委员会提出意见 E提案的提出者是市参市会 主席兼市长候选人佩金斯 以及他的支持者昨日来到市府门前 集会强调E提案的重要性 同时有反对D提案的一刀切做法 他说D提案只会取消制衡 透明度和公众参与 会导致多种腐败 我们应该改革委员会的结构 但正确的方法是应该由优秀的政府专家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E提案 大家也可以刨一刨这两条提案 看看他们的开支如何 预测一下他们的效果才好投票 今日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记得给我like一条片 有话说的留下言给其他人看看 给我看看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今天时间这么多 希望根据带 being 明天同样时间 愿 形成